大家好,我是李双林 便向水而居一定好玩 现在很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 喜欢选择向水,向江河,向大河,向着海居住 认为这样的地方风水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在风水学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有,但是它有条件 向水 水在风水当中代表财 智慧 生育 所以水很重要啊 智慧就很重要 释迦牟尼佛曾讲过 人类最大的福报 福报啊,这个福报 人类最大的福报是智慧 所以说一个人长得太漂亮 他也是一种福报 但不是最大的福报 一个人有最大很多很多的钱 他也不是最大的福报 而是因为有智慧 有智慧才是最大的福报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 很多问题就会想到很明白 你有100万和1000万和一个亿的人 你都是一样的心态 一样的心态 那必要 这叫悟性的问题 那么财这个很好理解 风水当中有三管人丁水管财 那么生育 为什么要用生育呢? 因为水它有砍挂的意思 砍挂的意思 而砍挂它有性的一个意思 这个性 所以它和生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水一般出的问题 代表不孕不育 智慧不好 你看中国最聪明的人 都是集中在什么南方 靠水沿海城市 都是集中在南方 长江这些地区 诗人也好 大文豪也好 我们看往北方走 往北方走 往山非常大 水非常少的地方走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出了人 缺乏智慧 可能有人说是教育的问题 其实也不全是 你看过去的教育都是一样的 但过去也有很多名人 文人 包括我们风水界的一些 非常旧的人 他没有说我们从小像现在 有什么九元义务教育 有什么普及 国民的一种教育数字 那么水既然这么好 很多人就觉得朝向水就非常好了 加上有一些风水市 扩一些楼盘 把这个观点放大 放大 就炒作嘛 就说他的宅 比如说这是一个小区 然后这里有水 有水 这个小区是变向水 他就会以此做广告 周边的价格都是一万 他这里可以卖到一万五 为什么 像水 那么他就一定好嘛 那么在风水当中 好风水一个原则 就是说坐山向水 坐山向水 坐山向水 这是好风水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坐山向水 可以有 可以是好风水 但是它也可以不是好风水 因为有一种叫坐空向 因为坐山向水 它有两个挂器 一个叫 一个叫什么 坐山向水 两个挂器 一个是倒山倒水 一个是什么 山水 一个是山水相背 相背 坐山向水 倒山倒水 山水相背 倒山倒水 代表坐的山 是坐对了的 向的水 也是相对的 所谓对 就是旺 当旺 那么 山水相背 就是说坐的山 没坐对 向的水 也没相对 这个也叫什么 山水相 山水颠倒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坐水向山呢 坐水 它一样的 它一样也是可以好的 那么坐水 如果是山水颠倒 就大级 如果是倒山倒水 就不好 所以坐水 向山和坐山 向水 都有可能是 旺宅 都有可能是旺宅 所以说坐山 向水 它不一定就是旺宅 那么它旺 于不旺 取决 就是当旺 当旺 其实就是什么 山元 九韵 看山元九韵 看山元九韵 是否旺 如果当 当令了 就代表旺 不当令 就代表不旺 那么如果当旺 不管你是坐山向水 还是坐水向山 你都是好风水 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也不是说你一味的 要追求什么朝向水 特别是朝向河流 如果你的房屋 离河流太近 那么还容易犯 割脚水 还容易犯 雪盆躁进 那么靠近大海 如果离大海太近 它会导致湿气过重 如果长期居住 在这个地方 其实不好 并不是很有力 而且水太大了 你住在这里 你根本就镇不住的 水太大 你看这种汪洋大海 然后你就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你的宅 这个地方是大海 你的眼界 全部能看到这里 一望无际 很空旷 这是一种孤独 这是一种孤独格 孤独的格局 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会越住越孤独 我们看有一个 跳孔雀舞的 这个叫什么 什么 什么 一下子忘了 就跳孔雀舞的 这个 这个明星 它就是住在 住在这个海边 面向汪洋无边的大海 走孤独格 孤独啊 十里 百里 千里之外 没有一个依靠 没有一个依靠 没有一个 可以作为参照的东西 这是一种 很严重的孤独局 那么如果我们买这个房屋 是用来度假的 比如一年 在最寒冷的这段时间 我们去住一段时间 因为南方比较温暖 可以 短期之内 风水它都是无击无凶的影响 没有急 没有凶的 那么长期居住 不太适合 所以面向水 它不一定就是好风水 不面向水 面向山 它不一定就是坏风水 我们就要看 它是符合哪一种条件 是倒山倒水呢 还是山水相背呢 不一样 所以说风水 它没有绝对的东西 并不是说 你前面有个水 有个湖流 有个喷泉 这个地方风水特别好 当然如果当旺 真的是很好的 它成格嘛 就像八字一样 财官良旺 非未必就会当官了 要深旺财官良旺 并且大运走财阔官 走失神生财 你才有可能 它是有条件的 好的 今天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 各位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在视频下方留言 因为肯定了